哈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小婷 最近刚考完试 很多人可能开始在准备各式各样的面试 比如说实习面试啊 大学的面试等等 所以呢 我今天就要来录制一期 面试该如何穿搭的视频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第一套衣服是最基本的黑白款 这种面试用的黑色裙子 是每个人家里应该都必备的 再搭配上一件白色上衣 给人一种比较正式的感觉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面试 不知道该怎么穿 这套搭配绝对不会出错哟 第二套我保留了同一件黑色裙子 把上衣换成了粉红色的衣服 粉红色的上衣 让整套搭配多了可爱的元素 给人一种俏皮活泼 年轻可爱的感觉 再来这一套 一样也是相同的黑色裙子 但这次我使用了卡其色的上衣 如果你是那种不喜欢穿亮色衣服 或穿得太缤纷的人 这种低调 朴实但又不失美感的颜色 就很适合你 下一套我搭配了卡其色的上衣 和一条白色的半长裙 半身裙过膝的长度 能让你轻松穿出舒适优雅的感觉 再搭配上卡其色的上衣 不仅能让肤色亮白起来 也能显得自然 温柔 对比亮色系 这种饱和度刚刚好 不会给人攻击性 再来是粉色的上衣 搭配白色的半长裙 选择亮色系的上衣 能让这套衣服 显得更加活泼年轻 也更有女人味 接下来是黑色的上衣 和白色的裙子 这套黑白搭配 是最经典基础的颜色搭配 给人一种正式又大气端庄的感觉 黑色的上衣能修饰身材 也能显皮肤白 再来我搭配了全身白色的服装 这种白色系穿搭 简单舒适 让人感到清爽 尤其适合夏天 也能营造出不做作的自然气质哦 如果觉得黑白配过于单调 没个性 可以选择搭配卡其色的半长裙 这种卡其色有些复古的风格 能更显你个性十足 卡其色是典型的大地色系 是与我们黄种人皮肤最相近的颜色 因此可以说是最百搭的颜色哦 换上黑色的上衣 搭配卡其色的半长裙 多了自然沉稳的感觉 女生穿起来中性风满满 看起来也会非常有气场哦 这件裙子也可以搭配同色系的上衣 如这件米色上衣 同色系搭配与人一种优雅的气质 整体十分和谐 粉色的上衣也能和卡其色的半身裙搭 卡其色是很好的过渡色 如果你搭配了一套颜色较为艳丽的上衣 它可以起到缓和颜色鲜艳感的作用 给人一种自然温和舒服的感觉 接下来这套我搭配了白色上衣和灰色裙子 灰色会比中性的卡其色更加有女人味 不但有种低调的优雅感 还非常的百搭 不同年龄 不同肤色的人都可以尝试一下 将白色上衣换成黑色上衣 搭配上一件的灰色裙子 这种黑灰色的搭配更给人稳定的感觉 裙子上的设计也能显得活泼 最好的是海绿索秀哦 下一套是粉灰色的搭配 这种粉灰色有独特的成除与理性魅力 粉色的点缀让灰色不会显得太沉闷 多了些浪漫青春的色彩 再来我搭配了卡其色的上衣和灰色短裙 这种色系给人一种温柔知性的美感 可又带有一丝干练硬朗 是一种低调简单的美 加下来这套我换成了黑色的长裤 卡其色的上衣是许多职业女生的最爱 搭配这件标准职业用的黑色长裤 彰显出女生不一样的气场 更给人一种可靠纯熟的感觉 这种黑色长裤很百搭 也可以和米白色的上衣做搭配 一样能给人一种舒服温和的亲切感 如果不是那么严肃震惊的面试 可以采用亮色系的上衣 但要避免过于花俏 像这类色彩单一的上衣即可 暗粉色既不会显老气 也不会幼稚 可以选择稍微活泼俏皮的颜色 来凸显年轻活力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建议啦 面试的穿搭有多正装 要是你的岗位、职业、面试等等 挑选出一件适合你的面试穿搭 可以给面试官留下好的印象 所以是不可忽视的哟 说到实习面试 实习对于学生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大学生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还不清楚自己以后想做什么 或是还找不到适合的实习的话 可以试试看使用Match Hub Match Hub利用人工智能科技 根据你的个人、职业、志向、性格以及经验 来为你做出推荐 帮助你与公司配对 这样一来你就不需要再担心找不到实习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先结束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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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